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受福克斯那个记者Jesse Waters这样子的开华人的玩笑 你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事情吗 因为上个礼拜这个Bill O'Reilly就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打着说 因为美国大选到了啊 所以呢他们要派记者呢 深入Chinatown去了解中美关系 还有了解华人对于美国选举的感觉 那OK first of all 你要派你要了解中美关系 不是说派个记者到Chinatown 去了解中美关系 还有就是你想知道亚裔在这次美国中文大选选举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也不是到Chinatown去访问不会讲英文的老人 而且我觉得这整件事情让我最愤怒的是 很多人说他只是他的幽默 他开玩笑的方式 但问题是我觉得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都一点都不好笑 这个Fox News的Bill O'Reilly他当然毫无疑问是一个conservative的commentator 尽管他自己说自己是independent 他的这个节目呢确实在这个保守派里面非常有市场 我相信可能是目前Fox News里面收视率最高的 前三是不成问题 另外有一个是Sean Hannity 还有一个是一个女性叫Megan Kelly 那他们的收视率都非常高 那这个他呢 Bill O'Reilly是一个保守派 所以现在特朗普最喜欢上的节目是Sean Hannity 因为他觉得那样比较安全 那么第二喜欢上的恐怕就是Bill O'Reilly 那他自己呢 本身确实在历史上也有过一些问题 比如说他跟一些女性的一些这个对话呀 后来被做性骚扰什么 但这个跟今天谈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Jesse Waters呢 是他的这个栏目里面的一个记者 那么这个栏目呢 就是在严肃新闻里面的一个搞笑的栏目 就非常像我们以前节目里面的这个八卦的栏目 就是严肃的新闻里面他有一个八卦 那么这个Jesse Waters这个节目呢 已经做了一段时间 主要都是要到美国的各个地方去 有的时候比如说到海边去 有的时候到餐馆去 就是采访形形色色的人 那当然主要大部分是白人 那也有黑人也有其他的人种 主要是就是希望通过一个搞笑的方式 让这个观众了解 也就是美国人对现在的政治的选举 第一是多么的冷感 第二是多么的不了解 比如说他采访一个金发闭眼 穿着比基尼的在海边 说OK你知道美国南北战争怎么回事吗 大概是北朝鲜跟南朝鲜打大家一笑 有的人说你林肯怎么回事 有的人说你这个副总统 现在两个副总统是这个候选是 美国人你知道对政治是非常冷感的 那他这个这次为什么到Chinatown去呢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在第一场辩论当中 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名字 那么出现了十几次 那所以他的节目觉得就是到Chinatown去 至少跟中国 Chinatown OK 虽然跟中国没啥关系 它是美国的一个Town 但是他去那边采访 所以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 就像你刚才讲的 那么出现了就是采访一些Chinatown的老人 那么显然的你明确的看出来 他们是不懂不懂这个英文的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场景 那么很多人我们觉得就是对 至少不能如实的反映 今天的华人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所以呢这个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包括像这个纽约的市长 那他当然是个白人 那么还有我们旧金山的这个李孟前市长 还有很多的这个亚裔的华裔的团体 都出来要表示抗议 说他是刻意的寻找这个 这个一些这个这个节点 或者一些切入点去丑化在美国的几些华人 那你说人家都听不懂英文 你让他去说这个特朗普是怎么样 或者是希拉里怎么样 那当然是无从回答 看上去很笨 就是完全就是变成了一种固化的 传统上歧视亚洲人和华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这个现在很多的华人的团体 包括雅裔的团体呢 就是要求这个Fox News要道歉 那么甚至还有人提出来 就要求这个Jesse Waters要被解雇 所以这个事情恐怕还 我猜想恐怕还会延烧一段时间 网络上是有一些声音觉得说 这个记者呢 他的所作所为 其实只是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然后Jesse Waters 他在他的推特上面 他也是这样讲 他说他就是一个玩笑而已 他没有恶意要去伤害任何人 但是问题是 OK好 如果你要把他当成是玩笑 first of all 我不觉得他好笑 那如果真的你觉得他 你只是开一个玩笑的话 那至少你这个玩笑你要开正确 像什么这个什么 跆拳道是华人的这个武术 然后这个你们华人 见面say hello的时候 是要这个双手核实要鞠躬吗 就是这一类根本不accurate的 这种stereo才评的笑话 我觉得一点不好笑 还有最后我觉得很伤人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The New Yorker 就是纽约人的一个专栏作家 他就特别撰文写 他说为什么他从小到 我讲到这边的时候 我都有点哽咽 他说他一直很怕 他像他的父母 他父母是第一代移民 他是在美国出生的 那种所谓ABC 他说他其实很小开始 他就很怕他像他父母一样 像他父母怎么样 因为他父母英文讲的不是很流利 然后他的父母也常常有一些举止 好像不是美国人 所以他觉得 他如果像他父母那样的话 他一点都不会引以为荣 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出现 就是像Jesse Waters 像Bill O'Reilly 那一类的媒体人 他会让我们的亚裔 甚至于就是在美国 已经涂生涂涂的ABC 他会觉得一种好像 我们是永远的外国人 而且我们是永远的二等公民 不管我们缴了多少税 不管我们在美国住了多久 我觉得今天Jesse Waters 还有Farx 还有包括Bill O'Reilly 他们的所作所为 都是在伤害我们这些华人 我相信你自己的小孩 他是在美国生的 如果今天他今天回家跟你讲说 爸爸我不想要像你一样 或者说妈妈 我希望我这个 你们在家里不要吃中餐 然后也过得跟 比较像我的外国同学家庭方式 多向于他们一点的话 你是会开始觉得说 为什么我的孩子 不会以我为荣 以我这个华裔的族裔背景为荣呢 现在其实你不觉得吗 就很多的华人的家庭 有的时候确实是面临的 或多或少的都有你刚才的 就是对自己的identity的 这个认同的这样一个部分 所以说美国现在 其实在学界也有很多的讨论 就是美国这个社会究竟是要变成一个大熔炉呢 还是要变成一个 是一个包容的社会 好像以前基本上认为是大熔 就是所有的人到这里来都要assimilate 就要变成美国的一个部分 现在更多的 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会相信说 就是也许我们要 这个在希望大家assimilate的这个同时 也许就是在 如果你不能接受 至少你要包容别人的这个文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次的Jesse Waters的这个秀 如果能引发这些方面的讨论 我觉得也非常好 那么那当然华人的这个 在美国的历史跟其他的主义是不一样的 跟黑人跟犹太人跟 其他人的我们确实是有我们的这些特点 而且我们的伤痛 不是说别的主义没有伤痛 别的主义也有他们的不同的这个伤痛 我们伤痛会很不一样 那么由于我们长得跟主要的这个主流的 这个美国人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跟犹太人跟爱尔兰人跟意大利人 多少有一些不一样 包括很多的中东人可能也有我们不同的地方 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identity确实是有的时候 我们包括不要说我们的下一代 包括像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在这个认同的方面 我们确实有一些困惑 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样的讨论其实也非常好 你刚才讲了有的有事是认为他做的不对的 也有人认为说我们也可以tolerance也可以包容 就是说你要他不是恶意的开开玩笑 我觉得类似这样的讨论 其实大家都讨论讨论也有助于第一自己的族群 找到自己的identity 第二当然也有利于美国的其他的族群 能够了解我们的诉求 我们的历史的背景 我们的种种的历史文化等等的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 然后另外那个纽约克的专栏作家呢 他有讲他自己本身就是那种ABC的 他就是说他每次看到像这种非常具有优越感的白人 在霸凌华一亚一的这个少数族群的时候 他心里都会觉得想说 我到底要做的要走多远要做多好 我才可以抵挡这种对我这个心灵上的霸凌 对我肤色上面族群背景上面的霸凌 他到底要做到什么样 我觉得我们华人在美国 大部分都是非常奉公守法 而且该缴多少税就缴多少税 该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 可是好像永远都不会被这个主流社会所接纳 如果你不是跟白人长得不 如果你跟白人长得不一样 如果你英文讲的没有像在这边生的美国人这么好的话 那么你就不配就是被人家放在同样的平台上 跟他们竞争 这个是我觉得这整件事情 让我最感到痛苦的地方 举个例子来说吧 就是美国已经240年产生了一个黑人的总统 你说产生了黑人总统 按理说我们的认同感应该达到相当的高度 但问题是现在的黑人的实际的状况 在美国我想我也做了很多节目的讨论 就像西亚里克林顿前一段时间讲到的 就是他说其实在美国人的每一个人心里面 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心里面也一样 我们都有所谓的implicit或者叫implied这个bias against other people 别的种族可能对我们的种族有这样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 我们可能对其他的不同的种族也有自己的这种约定俗成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这种类似这样的对话 事实上其实美国社会确实是必须的 因为美国它没办法 大家都是一个移民社会 确实来自于世界四面八方 坦率说让我们花大量时间去了解意大利益的美国人怎么想 可能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反过来可能别的族裔要了解我们 它可能确实也需要我们有很多的努力 比如说我们这次对他在China Town的采访 我们不满意 我们当然要告诉他 那么告诉他以后这个事情搞得比较大以后 那也许别的族群就会了解说 中国人不喜欢这样的玩笑 那么我们以后开这样的玩笑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小心一点 也许同时我们还可以告诉别的社会说 我们其实也欢迎 我们也是一个讲求幽默感的民族 我就是说如果你开的是一个好的玩笑 我们也依然会给你鼓掌 我们也会喜欢你 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个才是assimilation跟tolerance的一个组成部分 张军你认识我也蛮长一段时间 我这个人还蛮喜欢开玩笑 而且我也喜欢听笑话 不管是针对我还是这个在讲别人的笑话 你主要讲我 针对我 你的笑话我就笑了跟大神 sorry开玩笑了 然后但是为什么我会被这件事情刺激的这么严重 是因为你知道我去年做了一个华人历史节目叫足迹吗 然后因为要做这个节目 我读了很多有关于这个排华法案的事情 我觉得Jesse Waters 他在他这档所谓的搞笑节目里面做了 exactly就是一百多年前 华人在究竟是他被排挤 被威胁 被羞辱的那种行为 只是他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所以我就说 如果说他这个节目 确实Bill already的节目 坦率说你不得不承认 他的收视率在美国 还是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的 不论你喜欢他节目不喜欢 所以说我觉得一个好的节目 他在做哪怕是搞笑的节目 他也要做足他的功课 比如说你刚才讲的这个华人的历史的不同 那么你去开这些一些这个politically 这个不sensitive的一些玩笑的时候 那你当然之前要做很多的功课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当然觉得这个华人通过自己的抗议 和对这个Fox News表示不满 那么确实会不但是提醒他们这个channel 可能也要提醒整个的这个社会 就通过一次一次的我们表示我们的不满 表示我们的对事情的这个看法 那么那当然我觉得也是一个educate 这个主流的一种方式 那么当然反过来 我觉得我们同时也要让别的这个族裔了解 我们也是一个包容的这个族群 我们其实也很幽默 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讲笑话的方式 但是还确实需要dialogue 对所以我相信 我希望了 福克斯他这个事情不是说 让Jesse Waters在推特上面说 OK如果你们觉得不好笑话 那这个我这个笑话没有恶意 不是这种轻描淡写的交代过去就好了 我希望能够有更高一层的成绩出来负责 Fox News最近反正今天是他们的20周年 就是成立20周年 他们20周年确实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他们的Roger Ailes 现在也辞职了因为性骚扰的问题 等等其他的问题 还有很多的主持人也已经离开了 包括像梅根凯利 是不是要现在也有一些传闻 他会不会留下来等等 我觉得他们现在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这个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这个有限新闻网 所以这一块他们未来怎么走 我觉得20年他们也确实可以想一想 我跟你讲有时候我觉得收视率这种东西 真的是很可怕 因为你在这种花众取宠的情况之下 制造了这些遏止媒体 遏止报道 遏止笑话 你就会好像就是泄洪一样一发不可收拾 我觉得就是这个反正你是学新闻的 我当然对新闻也有很多自己的观察 我觉得就是美国这个媒体 就是在原来在学新闻的人 澳洲的媒体人要尽最大努力 不要表达自己的观点 要尽量的中立尽量怎么样 我觉得Fox News在20年成立的时候 基本上它把这个大家原来的一些 这个想法也打破了 就是它变成一个非常partisan的 这个news network 也就是共和党人比较喜欢 那么民主党人比较不喜欢 那么逐渐的现在就是 现在我就觉得在过去的这个20年当中吧 就是美国的媒体的分裂的情况非常 如果你是conservative 你是川普 那你可能就尽量的上Fox News 你尽量看Fox News 因为它那个契合你的这个想法 如果你是liberal的 你恐怕就去看这个MSNBC 那是绝对liberal 不可能听到有任何喜欢川普的话 CNN仕途还想表示这个neutral 但是现在它究竟是neutral还是不neutral 如果你去问川普 他认为这些人也是cricket 跟这个叫做clinton news network 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的美国的新闻 它的这个新闻人或者新闻的理念 究竟朝什么地方发展 其实也是在变化中的 但是我们华人没有招惹到他 他为什么要趁着这个美国大选 来伤害我们华人呢 做那些真的是非常极其恶俗的这种举动 然后把我们内心的恐惧跟伤痛 又再一次的撕裂开来 这个是我觉得他最至少我不会原谅他 而且我也绝对绝对不会再看Water's War 那你还会看那个O'Reilly吗 没有O'Reilly考虑 因为他有一些政治观点 我是蛮认同的 说到这个政治 我们当然就要谈一下美国总统大选 我相信了解我们非常美洲的观众朋友知道 我们这个节目是录播 所以等到播出的时候 已经距离11月8号投票日 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对 30天吧 那么在这个短短一个月时间里面呢 还有两次的这个美国的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那礼拜天呢就是第二场辩论 第二场辩论人家说 这个希拉里跟特朗普 将会受到他们这个副总统 上个礼拜的这个辩论的包袱的影响 反而会这个场辩论变得更难 当然了我觉得会更难的原因是因为 这是一场Town Hall 就是市政中心方式的这个辩论方式 这种辩论方式对于很爱在这个观众面前 这个表现自我而且很有经验自我这个表现的那种 候选人像特朗普那样是不是是一个优势还是劣势呢 我觉得不论是什么样的一种辩论方式 就是这个不准备不不prepare 不论不可能形成优势 所以也许特朗普他会接受他的谋士们的这个建议 这次可能要去prepare 尤其你刚才提到的副总统的这个辩论 看起来呢这个Mike Pence是显胜 不像希拉里克林顿跟这个特朗普是大胜 这个通过民调 所以而且Pence在这个辩论当中呢 虽然他是显胜不错 但是他大量的时间是在宣示自己的政治的理念 没有去为这个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去辩论 所以也有人批评他说 包括像特朗普私下里也有人这么说 就是说你这个到底是在帮我去辩呢 你还是准备为你自己2020年的总统选举 今天开个宣示大会还是怎么着 所以确实给这次辩论完了以后 确实给特朗普也比较大的压力 而且在过去的一个礼拜 坦率说对特朗普来说是比较糟糕的一个礼拜 民调呢在下降 同时呢又爆出来他这个对女性 特别不敬的这个录音和录像 那么在这个当时的大概十年前 跟Access Hollywood的一个主持人 在这个车里面的一个秘密的谈话 被露出来 那个我觉得任何人恐怕都很难接受他 所以他第一时间也出来道歉了 道歉呢也有人说他道歉的不够诚意 说他apologize to people who might be offended 我相信不可能 就所有的女性会被 offended 我想所有的男性也会被 offended 这个听上去 第一你是一个结婚了四个月 跟你的太子 你是个有妇之妇 有妇之妇 你去要去advance 给一个这个有妇之妇 而且呢讲了那么些话 就算这十八九岁的这个小男生 在locker room里面恐怕也讲不出来这个话 你那个时候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 据说好像那时候都已经有孙子了 还以这样的这个语言去讲 你怎么能再说你对这个女性是尊重的 在辩论当中 那么反过来他也不是实际的说 虽然我要道歉 但是这个比尔克林顿在高尔夫球场上跟我讲 那比这个要严重的多得多 那OK 那么是不是在辩论当中 比尔克林顿的这个跟其他的女性的这些affairs 包括希拉里克林顿听说到这个affairs 如何去打压那些女性 是不是会成为辩论的话题之一 所以这个其实这场辩论会 我觉得挺有看头的 只不过就是你如果想听到一些policy方面的宣誓 恐怕还是很难 对 然后另外你刚刚讲到就是他2005年 在说女生的怎么样跟对待女生的任务方式的 露音带暴露出来之后呢 希拉里当然也不是吃素的 他马上就在推特上面 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让这种人当总统 结果他这个推特文出来之后就马上一大串人跟在下面就说 那你当初你老公爆出那些绯闻的时候 我可没有看到你觉得说他不适合当总统 而且很多人觉得他这个希拉里是这个迫害女性的 这个怎么讲就是他是始作俑者 因为他当时对他的老公那些情人 他这个格杀无论 打压绝对是不含糊 当然也有人说了 我要设身处地想想 如果你的老公在外面跟别人那个女的有绯闻 那你会对那个女的好吗 你也会生气 但是不同啊 这个因为希拉里要选总统 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议题 那么比如说他以前对Jennifer Flowers的一些不敬的语言 包括对这个 Monica Lewinsky的一些不敬的语言 我想现在就变成这两个人好像都有一点投鼠忌器 互相攻击这一块的话 都怕别的地方就是这个拔出萝卜带出泥啊 就怕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就曾几何时这个辩论 难道不是想听听他们关于税收 关于移民 关于这个健保 现在大家好像对这块不是很期待 都是看看说这个方面他们两个如何交火 那你觉得礼拜天的当然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 辩论已经开始了嘛 就半个小时以后 可是呢还是要聊一下 你觉得在第二场辩论里面 会不会补谈一些第一场辩论 我们没有听到的一些议题的提问 我觉得会 不过这个反正他这个辩论会是这样一个情况嘛 就是他是有一半的问题是这个主持人 两个主持人 一个是ABC News的这个Masa Redis 还有一个就是Anderson Cooper CNN的 那么还有一半的议题是通过Gallup的这个公司 从现场的观众里面选出来的 所以观众他究竟关心什么样的议题 我觉得很难说 那么至于这两个人他们关心的议题 我想他们各自有各自关心的议题 所以我是希望说政策方面 他们多少还是要宣示一下 上一次基本上宣示的非常少 还是以这个攻击和为自己辩护 或者是攻击对方为主 那么这样一个Town Hall的一个形式 我猜想可能还是希望要尽最大的力量 能够让他们在policy的方面有所宣示吧 那你觉得特朗普这次会不会像上次那样子 就是动不动就讲一些自己认为很聪明的这个结论呢 我想他快70岁的人了 你让他临时的改变恐怕也很难 不过好就好在听说这两天 他已经接受他的谋事的这个建议 还是进行了一些所谓的mark的debate 那么上一场你知道他是不接受这个 他就觉得他都已经够了 所以究竟他会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他表现的比较好 如果想表现的好 就应该像上次第一次辩论的前30分钟 遗憾的是后面的60分钟 他简直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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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无目的的 有的时候车子失去了方向 尤其是变成满以后的变来的景点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